第三百八十八集 杨小冬 你 你 哦 你个杨小冬 我去找你爹 让你爹陪我家的狗 不但要陪我的狗 我还要你个小楚上 给我家的狗 磕头陪礼 要是不陪的话 我 我就划个圈 诅咒你家 让你全家都不得好 我一听熊瞎子咒我 当时就火了 嘴里骂道 你奶奶的 是你先找的事 现在还敢赚全家 我这就打死你个狗日的 谁都年轻过 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冲动 一听熊瞎子咒我全家 当时我就火了 举着白辣棒就打 那熊瞎子身子早就让相好的娘们掏空了 哪是我的对手 我挤棍子下去 把熊瞎子打得嗷嗷直叫 在那里大喊救命 没想到这个狗日的 外强中干 打了几下的出了恶气 我就放过了熊瞎子 走在我家羊的面前 把羊绳子解开 收拾了一下东西 躺着死羊 牵着活羊回家 一路上 羊血滴在我的身上 我也没有心思管那些 我走的这条路回家 必须要经过黄莲树 那棵黄莲树 是一棵古树 长在河边上 巨大的树干 像是一把巨散 把周围都变成了阴帘 树下是一块一块巨大的青石 青石上鼓起一个个 像馒头的石球 一直扑到了河底 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那些石头 据说是当年 王母娘娘晒的馒头 天亮的时候 忘记收回到天上 结果天一亮 就长在青石上 变成了石头 至于黄莲树 也有传说 说是当年 没有黄莲树的时候 这里是一口井 井里时常有妖怪出来 后来天神送来黄莲树的树苗 栽到井上一天三尺 长成了大树 我想每一个庄上 都会有这样的传说 夏天黄莲树下 就成了避暑的圣地 那时候出去打工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大伙就三五成群的 坐在树下 有的打牌 有的腊管 有的呢 做针线活 小孩子们 则在那里玩着黄泥 因为常年累月磨损 靠近黄莲树的青石 都被磨得像大理石 远远地看上去 闪着好看的光子 我扛着死羊 经过那里的时候 眼前的人看到我大声地叫道 看 那孩子不是小冬吗 怎么回事是血 怕是出事了 接着就有人随和到 是啊 那孩子还扛着死羊 身上的衣服啊 也被撕碎了 肯定是遇到毛猴子了 啊 毛猴子 我走亲姐 听亲姐他们说 他们那里就出毛猴子 爱吃的小孩 那些人说着话 一下子都围上来了 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我也走累了 索性走到一块大青石上 把死羊往石头上移放 顺手把另外几只大羊 拴在了灌木上 坐在那里不说话 我越是不说话 大伙就越是着急地问 我被问了几句 就说了 我没有遇到毛猴子 杨氏被熊瞎子的狗咬死的 大伙一听 当时就炸开了锅了 熊瞎子这个畜生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是啊 这个畜生 乔寡夫门 把绝护坟 什么坏事都做得出啊 哎呀 你说那个挨牵刀的主啊 他家的那条大狼狗 咋就不死呢 前两天还把我家的鹅 咬死了一只 拖走了 那只鹅得支十几块钱 可疼死我了 我们家的鸭子 也被那狗咬死了好几只 老天爷怎么就不正义这个畜生 大伙七嘴八舌的议论 他们说着被熊瞎子和狗 欺负的经过 人人都对熊瞎子恨之入骨 可又不敢得罪熊瞎子 只能求老天爷照应 我看着大伙说 大伙 以后不用担心熊瞎子家的狗了 还不担心 你看看你的衣服啊 都被狗给撕碎了 那狗跟毛猴子似的 我们这些上年纪的 根本不是狗的对手 我说不用担心 就不用担心了 那条狼狗 被我们家大黑给咬死了 什么 那狼狗被你家大黑咬死了 我点点头 大家轰的一下子就全乱套了 都竖起大拇指 说我家的大黑是神狗 卫庄上除了一个大祸 不过呀 也有人泼凉水 大伙正说着呢 忽然有人用烟袋 磕着青石头说 大伙静一静 听我说几句啊 我一开始装上的 一个叫二爷爷的 我就赶紧叫了声二爷爷 二爷爷对我说 小冬啊 你不该弄死熊瞎子的狗啊 二爷爷 他家的狗死就死了 大黑也叫我撵到深山里去了 还想报仇都找不到大黑 哎 你这个孩子 哪知道这个熊瞎子的厉害 这个熊瞎子可不一半啊 俗话说 宁得罪君子 不得罪小人 熊瞎子 就是典型的小人 他会暗地里算几人 小冬啊 你可小心啊 我说 二爷爷 您就放心吧 我今天和他动过手 他那小身板 早就被娘们掏空了 我一个能揍他两个 你这个孩子啊 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哪知道人心险恶 总之啊 你得防着点 我赶紧说 我赶紧说 二爷爷 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防着 你老人家现在这里歇着 我得回去了 回家看看 这头羊怎么处理 说着话 我就准备把死羊上肩扛着走 这时大伙都帮着我抬 不让我扛 就这样 大伙都帮着忙 把死羊抬回了家 到了家里 我爹首先看到了 他心爱的羊 当时就吼道 小冬 你这个小兔崽子 是怎么把老子的羊 给弄死的 你给说清楚 唉 我爹光顾着看羊了 根本就没有注意 浑身是血的我 还是我娘疼我 赶紧上来 朝着我爹吼道 二太爹 你的眼睛就光看着羊了 没有看在儿子身上 他浑身都是血 你也不问问 儿子受伤了没有 我爹瞪着眼睛说 受伤了还能这样 站着回来啊 我现在就想知道 怎么把羊给弄死了 我娘火了 一把把我爹给推开 哭着说 哎呀 羊羊羊 就知道羊 和你的羊一起过日子去吧 大伙一看 赶紧地在那里 劝我爹和我娘 我爹一时理亏 在那里不作声 而我娘把我拉到跟前 上下地看着我 关心地问道 小冬 你没事吧 我说 呀 我没事 那羊是怎么死的 他可是你爹的心头肉 娘 那羊是熊虾子狗咬死的 什么 熊虾子的狗咬死的 这个狗日的熊虾子简直太欺负人了 我这就要找熊虾子 今天非把他那条狗 给砸死不可 我爹也是爆脾气 说话的时候几乎是吼出来的 把大伙都震住了 转身拿了一根铁叉 就要找熊虾子 准备弄死他的狗 给我们家的羊报酬 我爹一听是熊虾子弄死了他的羊 拿着铁叉就要出去找熊虾子拼命 准备弄死那条大狼狗 给惨死的羊报仇 我们爷俩的脾气都降得很 特别是我爹 脾气大得很 平时打我都是说翻脸就翻脸的 我看到这里赶紧地说道 爹 你不用去了 他家的狼狗 被咱家的大黑咬死了 被大黑咬死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咱家大黑真是好样的 能把大狼狗都咬死了 人家都说呀 狗行千里吃屎 狼行千里吃肉 咱们家的大黑虽然是狗 但走到哪里都是吃肉的主 对了 赶紧地说说 是怎么咬死的大狼狗 我听我爹一说 就赶紧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怕别人会误会笑话我 我就把大妞打我的事情自动地给省略了 现在最关键的是羊 说完之后 我爹没有再发火了 而是叫了声 好 要死的好 那条大狼狗整日在庄上逛流 我早就看得不顺眼了 大黑那是狗中之王 跑到山里边 不会有什么事 我想过一段时间呢 大黑就会自己回来 他咬死了狼狗 是为咱们庄上除了一个大黑 大伙啊 都别走了 我家死了羊 大热天的自己也吃不了 大家都帮着 随分子搭伙 咱们大街上炖羊肉汤 这本人都会照顾 没有 火 harms 硬 抢 最后 狼狗 这本人都会 encoding 我 有。 诞